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又是我DXC数学联盟 今天想快闲地和大家拍一段视频讲几句关于大学里计算的分数, 也就是GPA的东西 因为刚刚收到一位家长的PM我 问我关于大学里的GPA究竟是什么, 如何计算 而且经常听到GPA要过3, 或者过3.5, 等等 究竟是什么呢? 简单说,GPA就是你大学里的成绩表 你大学里的成绩就不会再分成全级考第一, 全班考第一, 等等 最后就只是一个数字, 就是GPA GPA的分数当然是越高越好, 如何计分呢? 就会计算你读的每一科 举个例子, 例如你读了一科, 你拿了一个叫A加的成绩 A加通常就会换算GPA等于4.3分 如果有另一科, 可能你差一点的, 拿了一个C C大概, 因为每间学校都有些不同 C大概就不知1.8, 或者2.0, 左右的分数 视乎你大学的换算是如何计算 举个例子 即是说, 你读了这么多科之后 每个学期, 譬如你读五科 五科都会有五个不同的GRAD 那它就会将那五个GRAD 换算成GPA的分, 然后再计算平均数 那就是你那个学期的GPA 那当然, 到你去到下一个学期的时候 你的GPA是不会归零再计算过的 是不会重新计算过的 你的GPA是会不断累积上去的 即是你year 2的GPA 是会累积你year 1的GPA 那year 3的GPA 是会累积你year 1和year 2的GPA 所以变成就是最后你毕业的时候 你是不会有四个数字代表着你四年的大学 而是你最后只会有一个数字 就是这个数字 就是你四年里面读过的所有科 那个分数全部转换到GPA的分数 再拿回一个平均分 那这个就是GPA的计算 那既然GPA那么重要 那经常听见些人说 要GPA过3爆4 或者过3.5才可以做到点点点 那些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因为其实在大学里面 有很多东西 坦白说很现实的 有很多机会在大学会给到你的 但是很多时候因为资源的问题 很多时候它会是用GPA 去决定究竟有一些机会 是给哪位学生的 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读中阿蘇 High Deep的话 你是想ChangYu入大学的话 那多数你GPA 都是要过3.5才有机会的 那假如你本身已经是大学生了 那GPA又有什么用呢 第一就是你最后毕业 你是会计Honor的 即是说你是会有个叫做 多少级荣誉毕业的学士 那如果你的GPA够高的话 你就拿一级荣誉 那你差一点就是二级荣誉 那再差一点就是三级荣誉 那最差就是没有Honor 就没有荣誉 那GPA第一个用途 就是和你计算你的Honor 你是第一级荣誉 第二级荣誉 其实也有很多机会 都是要用GPA去争 举个例子就是说 譬如要去Exchange 现在学校可能搞了一个 Exchange program 举个例子去美国交流一个月 不是交流半年 没有理由一个月的 交流半年 接着可能那个program 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多人报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用GPA 去分这个Exchange的机会 去分给哪位同学 所以大学里面很多事情 尤其是academic的事情 都是用GPA去分 究竟哪个优先 哪个没那么优先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GPA的玩法 以及GPA代表什么 就是这样 拜拜